嗨大家好,我是比利王 本次上海major的預測作業 很遺憾早早在挑戰者組就跟鑽石壁說了再見 在今年並沒有挺過最多編數的Open Stage BO1中的多場爆冷以及VP Complexity 這兩隻老牌精女打出讓人失望的表現 讓我這次的作業只有對了四個 就差了一個有些可惜 但往好處想 我們這次代表亞洲賽區的隊伍們 都有打出不俗的表現 FlyQuest在BO1中拿下了BIG跟藍星 RA也戰勝了Fanatic 甚至蒙古隊以碾壓的方式 支取三勝零敗 總共四張地圖對手全部加起來 只拿下了15分 這表現真的是非常的誇張 那比賽還在進行 有事有終作業繼續做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寫傳奇組作業的思路吧 首先老樣子會先建議大家回去看一下我最近上傳的傳奇組八隻隊伍的介紹影片 會讓你對本次的種子隊伍近況有個初步的理解 再來這次傳奇組我依舊會採取我心中覺得最大概率 能夠至少中五個的作業作法 我們並不是要全隊 而是要選容錯率最高的可能性 當然若在傳奇組發生像是當年Body Major那樣子 Gamer Legion Monty Apex 甚至Into the Bridge都能闖到冠軍組的爆冷情況的話 那作業真的就送給他了 今年的銀幣也是挺好看的 那這次在選擇隊伍之前 我們先來敲敲第一輪的對局 而第一輪的對局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這是我們唯一有的參考資料 後續的對局真的會因為一場爆冷而全盤亂 所以我認為是不需要去做推演的 而有了這個作為參考後 我3-0的選擇目標 就會是選擇整體實力夠強的隊伍 且第一輪的對手相對較弱 那自然會是在Vitality、Spirit、Mouse和Face之間去做選擇 因為我認為他們都是有能力3-0的隊伍 且第一輪的勝率應該都在6成5以上 最終我會選擇放小蜜蜂以及綠龍 Team Spirit 其中小蜜蜂的選擇很直覺 第一輪的對手是已知對局中實力相差最懸殊的 並且他們本身就是屬於本屆的3大強隊之一 3-0的可能性本就最高 而Spirit的選擇就是單純我個人的偏好 認為他是這三支隊伍之間 最有機會挺過前面B01的 當然你這邊要填Mouse也是可以的 他們近況火熱 MR也是三勝0敗晉級Major的 唯一要擔心的就是在有觀眾的線下賽事中 是否長管恐懼症會再次上演就看你自己的判斷了 另外再補充一點 不選Face的原因是因為現在的Face縱然讓他們贏到了2勝0敗 他們就過去的成績來看也不具備幾百任何Tier 1隊伍的能力 回顧過去 當他們面對到G2、Navi、Vitality、Mouse、Spirit等強隊的戰績 是一勝14敗 除了贏過一次Navi之外全部屯敗 所以我認為將Face排去3-1、3-2晉級的隊伍會比較合理 另外這邊在擺上幾隻我認為不論賽程如何撞 絕對都會晉級的隊伍出來G2、Navi以及Mouse 而最後2格我是在3D Max、Heroic、TinLiquid和蒙古之間做煩惱 每隻隊伍我都可以找出被淘汰的理由 若單純以帳面實力來看 可能是Heroic跟TinLiquid來說是最強的 但是蒙古在挑戰者組的表現實在太過於出色 而TinLiquid雖然也是以3-0晉級的過程卻跌跌撞撞 所以我這邊會填寫Heroic跟蒙古作為我本次會晉級的隊伍選擇 而這8隻晉級的隊伍也剛好是VRS排名中前8名的隊伍 各位就在參考看看了 最後再來到0勝3敗的隊伍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Wildcard 也同樣是我在挑戰者組選為0-3的隊伍 沒想到他們這麼能打居然能闖入到傳奇組 還把我當初看好的VP給淘汰掉了 指揮StanSlow的回春槍法真的是讓我相當驚豔 但我認為這隻黑馬隊伍的旅途到這裡就結束了 另外一隻隊伍我會選擇MIBR 這隻我認為有潛力但在挑戰者組中表現相較不穩的隊伍 以上就是我這次傳奇組的作業 我有多花了一些時間分享我自己填寫的思路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分享自己的看法 而我自己還是希望不要再明燈了 至少先力保金牌吧! 我是比利王,我們冠軍組織策見,掰掰!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